子彈與角色碰撞的部分要怎麼做呢 那我們要先求出就是 Player的位置 所以 他 應該是說 因為我們要 碰撞所以我們要求出兩個圓形的位置 兩個圓形的位置 我們先求出 Player圓形的位置 Player圓形的位置是什麼呢 Player Center X Player X 所以他應該是長這樣 Parse unit Player CSS 其實錄這個還蠻累的 因為一直在寫寫程式 然後沒有跟大家哈拉這樣 不過沒關係 我趕快把這部分寫完 Parse unit 然後再加上他的寬度的一半 就是他 他這個位置再加上寬度的一半 那同樣的我要把外軸也求出來 PCY поэтому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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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們可以求出他的中央位置 然後 碰撞的話要怎麼做呢 我們叫做 P pbdistance PlayerBulletDistance 那就是 就是 就是Math Q1T Math 的 好 PCX 減掉 EX 再加上 MathPol PC Y BY 然後我們再來算出它的半徑和 IF B 點 B P P 除一個 半徑和實 Layer Y 除一二 碰撞的話 一定是 大於 跟上面狀況不一樣嘛 上面的話就是要離開那個碰撞範圍 下面是要碰撞 碰撞狀態 所以要大於就是兩元的距離 這時候我們應該要就是 把時間 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look砍掉 好 來看一下吧 seventh 第一 一 五 五 六 五 感谢观看 这边应该要补上 我先试试看 应该要补上 它的坐标应该不是BS 应该是BS 加上 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好像比较准确一点 应该没有问题了 那这边上面我可能也要稍微修正一下这边 这边应该也是 要写成这样子 然后 BY的地方应该要写成 这样子 这样应该比较正确一点点 OK 那碰撞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分数也显示在上面 然后我们来套用 呃我们来就是 方角色套上图片吧 这是我们最后的工作 我现在就是要把它的图片都置换上 让它更 看起来更有设计感这样子 好吧 那我就 调整一下 有三个地方要改 有三个地方要改 这三个 bullet flare 跟background 那我就帮它套上图案 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呈现的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呈现的样子 我一下就死了 还蛮惨的 OK 那它游戏大概做到这样子 音乐的部分吗 有人想要知道怎么做吗 其实前一个游戏就有教了 不过我这边还是在讲一下音乐的部分好了 我是用另外一套叫做soundmanager 大家可以下载这套音乐软件 download 就把它载下来吧 没关系我们就等它 我先找音乐的部分 我先找音乐的部分 googl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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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google他们推出的 一些免费的音效 那有一些 需要表明出处有些不需要 那我选择不需要表明出处的音乐 然后呢我选 立志 立志 其实都可以 我们来听听看 这边是人气的部分 那我选最高的好了 好像不太合适 你 我选过来 他几次 我选择 我选择 Neil 好吧,那我們就選這首音樂好了 其實都可以 我上面的訣宅好了 先把音樂關掉 上面的訣宅其實我要的東西只有一個而已 就是script裡面的這個部分 我只要這個就夠了 其他都不用 其他都是讓你自己去摸手吧 然後這部分音樂我就放這一個 然後不好意思,我再打開一下上面 看一下他基本的用法 因為我常常忘記 這是他基本的用法 我把它copy下來 然後我們把它放到我們程式裡面 那其實這個其實也不用了 因為我其實都測試過 只要留下這個最主要的部分就是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把它寫在寫在這邊吧 我把下面整個包起來 當載錄完音樂的時候 我才去 然後載錄完音樂我才start game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然後 這個 這個script呢 是名稱叫 這個就套一下就好了 然後 然後 mp 他聲音的部分就這個 那id的話 目前沒有用到就不用理他 可是我還是把就是 用到部分就改一改就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效果吧 我怎麼那麼遜 那我們程式就做到這邊囉 就是 歡迎 各位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就在youtube的下方留言 謝謝大家收看我的頻道 那 我其實非常感激大家 就是 看我寫 程式寫作部分 雖然不是 非常厲害 但是至少我可以把game寫出來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分享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頻道 那記得要訂閱喔 謝謝 嘶